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 他于演说中表示新政府将秉持维持现状的两岸基调 但他也直言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对此学者分析赖清德虽未说出台独言论 但也未对中国释放更多的善意 未来就看北京如何解读和回应 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庄志伟林希如的报道 在21响礼炮声中 台湾总统赖清德赴上总统府前的讲台发表演说 他说他主政下的台湾将扮演亚太区和平的舵手 维持台海两岸现状 他还呼吁中国放弃对台文攻武贺 让两岸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重启交流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同 赖清德也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他更提醒台湾人不能对中共存有幻想 即使台湾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对此学者认为赖清德是在为中国近年来对台湾大打法律战预作准备 现在的中国会非常强调会想要把台湾内水患人是在法理上面去对台湾去做一个治理权的限制 所以特别去强调互不隶属 对应接中国的法律战蛮重要的一个谈话 台湾学者分析赖清德两岸论述大致延续台湾前总统蔡英文的基调 虽未有意外但也没有释出中国想听的善意 赖可能越来越强调是世界的台湾 不是中国的台湾或是两岸的台湾 而是放在美中对抗印太战略或者是全球产业链底下 这里从小英总统开始就慢慢往这边走 就会至少跟马英九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进一步的更多的善意 但他并没有退步 只能说目前的状况会停在这个部分 针对赖清德就职演说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基金会发布新闻稿批评 赖清德将台湾视为国民 形同新两国论 等于往台独方向靠拢 两岸将陷入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 而中国外交部也对民进党政府维持强硬姿态 发言人汪文斌与例行记者会中重申 台独是死路一条 无论台湾岛内政局如何变化 都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 李新竹台北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 5月20号上午宣誓就职 并发表就职演说 对于国际瞩目的区域事务及两岸议题 他表达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的政策立场 要求两岸追求和平共荣的善意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在台北 采访出席就职庆典的民众 台湾战不战 战 我觉得就职典离之后 两岸关系会继续紧张 那我们已经八年前发现的问题是 对岸的政治机构不想要跟民进党进行任何交流 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会一直都存在 但是我们在台湾可以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把两岸交流的这个门口让打开 在蔡总统担任之下 又发现台湾的外交政策的方向是所谓的多元化 在国际关系理论上 我们会说所谓的多元化 是减少威胁的最好工具 民进党所有的总统就职我都有参加 虽然中共一直要并吞台湾侵略台湾 但是台湾人人有信心 可以联合世界民主国家一起来对抗它 自己很喜欢消灭器 对她是战毛我的偶像 因为她的外交能力 我们先不谈那些什么所谓女权 但是她身为一个女生在外交 国际外交的理财上面这种法官法论 也是就是身为一个榜样 好 下面我们回到我们演播室 开始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赖清德就职直面强硬的北京和分裂的议会 台湾星期一为新任总统赖清德举行就职典礼 赖清德在就职演说中强调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表示新政府要不卑不抗维持现状 并呼吁中国拿出诚意 与台湾民选政府进行对话 观察人士分析 北京将赖清德定位为台独分子 预计将不断升高对台湾的文攻误惑 另一方面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和民众党立法党团 在新总统就职前夕推动进一步扩大监督民进党政府的法案 引发立法院内的严重的肢体冲突和街头民众的示威抗议 那么赖清德他能不能走出一条务实台独的路线 北京会不会听其言观其行 给予台湾一个缓冲期 新政府又如何在嘲笑野大的困局中开创新局面呢 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台湾前立法委员 华府台美研究中心执行长陈以信 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好 各位美国之音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另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 宋先生您好 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两岸互相独立 各不隶属 并直呼对岸 为中国 外界分析赖清德在一边一国这方面 似乎比蔡英文又进了一步 我来请教台北宋承恩先生 您怎么看赖清德的这个就职演说 确保两岸关系现状 像人们先前广泛预计的那样 是不是他演说的一个主旨呢 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其实输职研究 那他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看法 那其实我们所谓的什么 我其实不赞成破题的所谓务实态度 他其实坚持中华民国体制的 然后各位刚刚在影片中间看到许多的中华民国国旗 然后就任中华民国的总统 然后照中华民国的这个纪元来算 所以其实然后所谓四个坚持 也是有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秩序 那么赖清德是台湾所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底下 所人民所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总统 那么因此在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之下 他是坚持中华民国体制 所以我其实不赞成说 把他定位为务实台独 其实他就是一个中华民国总统的就职典礼而已 好的那么宋先生他不赞成把赖清德定位为务实的台独工作 务实台独 但是赖清德他曾经自己呢 说自己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这个宋先生您怎么解读 要看这个所谓台独是怎么定义 如果以台湾现在的论述就是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 那么当然赖清德所谓的他要让台湾更加的强壮 那么因此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往这个方向来工作 那他也是说他从小其实就想行医救人 然后现在从事政治 然后当然他就有他的使命感 然后接受全民的付托 这是一个民主的祭典 这是一个今天我们是一个庆典 那么民主是需要被一直在被提醒的 台湾人民在过去这半年来上投票所 一票一票投出自己的总统 今天又再度的经历了所谓的这个国家的权力的行使 跟整个的交接一事 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民主的实践 那么今天我们所庆贺的应该是说台湾的民主 而不是说关于台湾的地位 其实台湾的地位早就在1949年的时候 就早就已经决定了 是 好 那么赖清德呢 他的确曾经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那么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也把他定位为台独分裂分子 认为迟早他要走向台独 众所周知民进党是以推动台独为己任的 但是在过去陈水扁蔡英文两位这个总统任内 我们看到两岸现状大体上还都得到了维护 那么我来请教台北陈以信先生 赖清德跟他的前任您认为有什么异同 您能否从他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 看出未来两岸关系的走向呢 首先从就职演说来看 赖清德总统他的就职演说 跟他的前任蔡英文总统 还有他的之前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 陈水扁总统 其实有很大的不同 那我认为有三个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他不谈一中 其实在陈水扁2000年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曾经谈过未来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赖清德就职演说完全没有谈到 第二个不同是他不谈九二 那蔡英文总统在2016年首次就职演说的时候 曾经提到九二的谅解跟历史事实 表示他尊重 虽然他不用共识两个字 但是呢他也是大谈九二 但是在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 也没有九二 这两个字 那第三个就是赖清德的就职演说当中 刻意的没有谈到要一线一法 来处理两岸关系 没有谈到说要以中央的宪法 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关系 虽然他要有所谓四个坚持 里面有所谓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 但是这个宪政体制并不是专职两岸关系部分 来谈到 所以他并没有直接谈到 所以在清德的就职演说 其实跟蔡英文还有陈水扁很大的不同 不谈一中 不谈九二 不谈一线一法 处理两岸关系 那我从国台办的回应当中 也看到有明显不同 在陈水扁当时 可以说是国台办的回应 因为陈水扁也提到了 未来的一个中国 所以他们可以说是听起源关系系 有一个观察系 那在2016年蔡英文就职演说的时候 他谈到了尊重九二历史的事实 那么对于当时国台办认为说 他没有完成一个答卷 但是没有完成答卷 表示还有待观察 所以那时候有一个观察期 可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国台办的回应 可以说是直接定调是台读的工作者 但是在回应当中 我算了一下谈了五次统一 强调对台读绝不姑息永远 所以说完全失去了观察期 没有耐心 所以事实上我就这样的一个 就演说对未来两岸关系 感到悲观 我认为不要说是春暖花开 未来四年还是寒冬 没有暴风雪的话就是大心 好的 那么刚才陈先生呢 他总结了 这一次赖清德与他的前任蔡英文 就职演说当中的三个明显的不同 我们有一些观察人士 也看出另外一个明显的不同 我来请教陈先生一下 简单回应我一下就好 有人说呢 有人说蔡英文在谈到这个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都是以对岸来称呼 但是赖清德呢 这一次直呼中国 有观察人士认为呢 这似乎在一边一国这方面呢 又向前进了一步 您有这种看法吗 事实上使用中国两个字 在称呼蔡英文的总统任内 并不是没有啦 只是说你在他就职演说当中 似乎他刻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但是在过去 尤其这四年里面 蔡英文总统也多次言谈 是这个样子 这一次的确赖清德总统 他就职演说 有特别图现这一点 那当然这对于我们的宪法 是不甚符合 然后对于中共来说 也是极具疑异 所以这势必会对两岸关系 造成一个重大的一个冲突 好的 那么宋先生 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 我看不出来 对于这个两岸关系 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两岸关系已经在 这个习近平的主导之下 坏到不能再坏了 那现在不是说台湾 符合某些政治的模式 或者提到某些字眼 就能够改变这样的事实 那么我也其实 也谢谢一信 要把这个赖清德 就职演说的不同 把它点出来 的确它是一个前瞻性的 世界性的 强调是世界的台湾 是台湾要如何贡献世界 而不是往后看 往前看 去说要怎么样 符合怎样的字眼 或怎么样的模式 然后能够套路 要怎么样套路 然后去符合别人的想法 它其实是一个台湾主体性 一个往未来 往乐观的方向 往整个世界来发展 那么关于宪法 我可能您误听了 第三段的时候 它就说 它是就职中华民国 第16任总统 江一 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肩负带领国家 往前的重责大人 它的确有提到 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好 刚才两位嘉宾发表了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我们现在来听听 网友们的意见 一位叫Badboy613 这位网友 他在回应 我们这期节目 昨天在推特上的 节目预告的时候 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Badboy613 他说台湾总统人民票选 可喜可贺 另外一位叫尸骨无皮 说台湾是我们的国 管别人怎么搞些 有的没的名相 中华民国也好 中华民国台湾也好 台湾也好 我们都能接受 就是别应扣 不合适的帽子 在我们头上 还想对我们动手动脚 我们就是我们 了不起有活力的台湾 Mark 如果一定要统一的话 希望台湾 能过来统一咱们 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 也有大量的听 这个观众听众 他们也送来很多的评论 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一位叫三少爷 说中共最在意的是九二共识 但赖清德却不提他 中共会不会生气啊 Terry 赖总统真是太明智了 一定要坚持一边一国 各自生活互不隶属 捍卫民主的态度 傻子才会投入到一个 中国大陆独裁皇上的怀抱 现在的香港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狮子先生 台湾总统蔡英德 就职演说上强调 两岸互不隶属 称新政府将不卑不亢 维持现状 他又说 每个人都要团结爱护国家 任何一个政党 都应该反并吞爱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而牺牲国家的主权 好的 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上来讨论 中共一般喜欢用听其言观其行 来敲打和警告台湾新领导人 但是纵观北京近年来 对蔡英文民进党政府的态度 以及对赖清德本人 及其政府的高度怀疑 外界断言 习近平可能不会给赖清德 这样一个听其言观其行的缓冲机会 刚才我们看到陈先生 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台湾新政府 将立刻就会处于 北京武力高压之下 我来请教宋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台湾一直处在 北京的武力高压之下 而且不是台湾做了什么 或是说了什么 而是台湾就是存在在那边 那中国就对我们一直的 这样子武力威吓 其实在赖清德就职之前 就是这样子 那么他当选之后 立刻弄着就跟我们断交 然后M503的航线 中国就单方的把它修改 然后关于惊吓水域的 他强行的进入我们的水域去执访 那么像这些 或是大量的军机军舰 在台湾周围 或是跨越海峡中线 其实这一切呢 就是北京极限的施压 这些不是因为台湾 做了什么或选了什么 而是就是台湾的存在 让他感到不高兴 那么这件事情是所谓台湾 所谓无法容忍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 一个主权的国家 要由另外一个政权来 要来规定 规定我们说能够说什么 想什么 能够做什么 能够选谁 那么这是这样子 完全失去主权 所以这次赖清德的 这个就职点的高度 的确跟刚刚乙信所分析的是一样 是完全跟过去不同的 那么这样才是他的优点跟特点 他跳脱过去的框架 也跳脱中国所期望的 台湾at the end of the day 他不能够依靠说 中国期望我们做什么 或者说中国以善意来对我们 当然两岸关系非常重要 但是就赖清德自己 他其实有一段 非常的key passage 一段重要的话 他说呢 希望中国能够正视 中华民国的存在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和台湾合法民选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为主 进行合作 共融共存 其实peaceful coexistence 和平共存 是中共在1960年代所提出来的 这件事情在乌克兰 他也不断的说 是联合国的宪章的基本原则 应该要遵守的 我不懂为什么对台湾 就不能够在一个和平共存的 这张前提之下 去处理两岸的关系 好的 我们看到在台湾的总统选战期间 国民党有一个竞选口号 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这口号就是叫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就是和平止战 是蓝白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 民进党和 不 国民党和民众党 蓝白阵营主打的一个纲领 所以我来请教陈先生 现在民进党再次执政 总统呢 又是一位中共眼里边呢 叫公开的台独分裂分子 那么对岸中国未来 将以何种态度对待台湾 两岸关系的现状 最有可能是由蓝清德打破呢 还是由习近平来打破 首先我刚刚说 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这句口号令人印象深刻 这是没有原因啦 因为在选举之前 他传神的诉说 人民心目当中的一种担忧 那现在大家听完蓝清德的 就职眼之后 我相信国民心中感到 应该是更加的紧张 那刚才陈先生他所谈到 蓝清德这一次的 就职眼说的发言 可以看到他很积极的 想要凸显跟过去不同 所以虽然他口中宣称 是要延续 的路线 可是可以看到他在就职眼说 最先迫不及待 要宣告他与泰子总统路线的不同 那至于 这个 两岸关系要坏到不能够 坏 蛮危险的 因为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的 但我要说两岸关系 其实 什么时候打破 早就已经打破了 只是大家在比 到底是谁的错 其实刚才中间也谈到 在2008年 中共单方公布 M503号航线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三岸关系 就已经有些东西 变面的现状 可是事实上 从那个时候开始 台海的现状就 现在变成各种新常态 变新常态 那么现在只有和平 这个现状还没打破 可是什么时候会打破 我们不知道 不过针对这一点 台湾就不可能 主动发动攻击 所以说只有中共 可能主动发动攻击 打破和平的现状 所以我认为 就 两岸 早就已经打破了 和平的现状 是我们现在 唯一的期望 我希望它最好 会不要被打破 好的 那么宋先生 我跟进一个问题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两岸现状的这个问题 如果赖清德不打破现状 那么游得了台湾吗 有人说习近平 正在不断的侵蚀 这个台海的这个现状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要看到底谁改变了现状 以及基于什么理由 台湾其实并没有改变现状 你说台湾到底做什么 让中国那么不高兴 选了总统吗 是选了民进党的总统吗 总要有个理由 给个说法吧 那现在另外一个 就是说看区域的紧张 或者台海的紧张 其实不能光看台湾 你要看中国的思维 是不是都跟它 产生了紧张的关系 你就发现 台湾 is not alone 那中国其实是四处树底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 到南亚到这个俄罗斯 其实到处都是中国的敌人 到底是怎么样构成的 这样一个国际围堵的状况 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吧 是因为想要单方面用霸凌的手段 用这个实力去倾夺别人的领海 或是说南海都是它的 或是说一点也不可少等等 那么有很多呢 就是现在过去自己的 所造的苛救里头 那么你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领土一定要怎么样 一点都不可少 然后政治的正确 政治的doctrine 剥夺人民的自由 高度监控社会 这些到底是谁带来的 这些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些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 或是没做什么 也不是台湾存在在这里 中国才会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中国在讲的时候 可能需要考虑一下 这整个的大环境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看一下 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一位叫空谷幽兰的网友 他说中共已有攻台计划 台湾和盟友们是否有应对措施 中共非民选政府 其行为不代表中国 另外一位 Smith Anthony 说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国民是中华民国 台湾拥有这个 具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 包括常住人口 界定的领土 政府 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 免费教育 免费医疗 免费养老 这就是台湾 当我们手握选票时 权力向我们弯腰 当你没有选票时 你向权力下跪 唯有灭亡中共 才能拥有真正的公民权力 回到我们的问题 赖清德政府 不仅面对来自对岸的强大压力 而且还需应对来自内部的纷争 上个星期立法会 就出现了严重的肢体冲突 街头民众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 来请教宋先生 新总统上任前夕 台湾立法院和社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对立局面 有人说这是不祥制造 您怎么看 这不是什么不祥制造 我们已经是活在21世纪了 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开放社会全球化的时代 其实没有什么兆头之事 那么这是赖清德其实今天有正面对决的这个事情 他说这是人民的选择 因此他鼓励大家 以正面的角度来看见 但是他提出一些民主宪政的原则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民主的deliberation 他必须要有讨论 必须有政策的决定 他必须是一个符合程序正义的一个政策决定 那当然如果我们台湾人民做这样的选择 把这个行政权交给民进党 把这个多数权 国会的多数交给反对党 那这是人民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那么就是要考验政治人物智慧 如何去运用现在的宪政体制 去化解僵局 并且往这个国家一起的前进 那么赖清德今天是以总统的高度来处理这件事情 除了说到这个立法院 他的应该的决策程序之外 他还要就整个的民主宪政的发展 就是国家的利益 在这个党派的利益之上 鼓励所有的政治人物 往这个国家利益 往这个学习共存 学习妥协 学习如何民主的 然后依照人民的利益来做成决策 所以其实他今天有总统的高度 至于说这个实际上政治如何演变 其实台湾正在一个非常剧烈的辩论的中间 其实在我们讨论的过去 大概12小时之后 我们就要面临另一次的这个法案的审查 所以其实还在发展之中 也请各位网友 多多来关注台湾的民主 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实验 它也许并不完美 但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的去实践民主的精神 把民主的这个生活方式把它活出来 好 那么中共官媒我们看到 广泛转发了台湾立法院的这个肢体冲突和混乱局面 突出轩然台湾民主的所谓乱和蠢 来请教陈先生啊 在野的蓝白阵营 为何要在新政府就职前夕 推动扩大监督政府的这个法案 那么执政的民进党认为 这是在束缚政府的手脚 帮北京的大忙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啊 这个我自己当过立法委员 民主本来就是吵吵闹闹 我同意陈恩兄的说法 这是什么不想去造 民主国家没有什么造谱这回事 可是现在台湾立法院 就是三党不过半 三党不过半其实就是提醒行政权 尤其现在总统 他必须要充分的尊重国费 而且比较更加的谦卑 那谦卑呢 在蔡英文总统就职演说 2016年的时候 他就说谦卑 而且他说三次 谦卑 谦卑 再谦卑 可是他说三次 后来并没有用 在执政的八年 人民并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结果 这一次赖金德也说 要行风一号年 你要成谦卑的心 他只说了一次谦卑 不过这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 希望他能够真正能够做到 那现在你刚才在问题当中说 是不是这个蓝白阵营 要决定政府就职的嫌弃 然后来趁这个时机 来绑住政府的市场 因为我当过立法委员 我认为这个时机 因为立法的程序有一定的时程 那么现在到5月31号之前 可能是我们通过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最后的时机 为什么 因为5月31号之后就要总咨询 总咨询院会就一直绑到7月中 那员会的时候结束 再过来要到下个会期 9月以后开议 到9月下旬的时候开议 那么又要总咨询 能够再审法案可能要10月中以后 而且到时候又是总预算要审法 换言之 如果你考虑到未来的立法院的时程 能够花时间 然后来处理一次这么多的国会重大改革法案 那么可能在未来这一年的时机里面 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 所以你说 是可以对新政府上台之间再处理 其实我认为并非如此 反而是新政府因为要上台 所以这一次的立法院的退职 被迫两次总咨询 两次各部门委员会要业务报告 所以变成要绕两次的立法的时间 严重的压缩 这个才是现在为什么国会又在分乱 然后政权又在交替 全部都撞在一起的主要里 好的 那么上半场的时间 我们已经到了 下面我就以一位网友他的评论 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 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 这位叫天地梁 这位网友说 台湾的国体已经是由台湾全民来决定 这和梁蒋时期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不管中国怎么对台湾从经济政治 甚至是军事施压能起到的作用 几乎是微乎其微了 台湾真正的威胁 一个是中国的特洛伊木马 另一个就是中国直接的军事入侵 而中国军事入侵 已经越来越没有把握 最值得台湾社会担忧的 是从台湾内部被瓦解 好 我们感谢陈以信宋承恩 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 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